哈哈 因为演讲也有杂音 有上是一些电波的声音 声音可以吗? 我一说话就有 现在有吗? 有一点点 大家听起来不舒服 我就找一个时间 有可能是我的耳机的这个 是不是电量不高还是造成的 现在可以了吗? OK 我现在继续跟大家讲一个话题 也不能讲到太长时间 我讲的就是韩正先生 韩正先生现在是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的常务副总理 那么对于习近平来说 他当年去上海工作的时候 当年的韩正本来是代理书记 代理书记 因为陈亮宇下台吧 陈亮宇下台 然后韩正代理书记 这个是啊 本来是市长员和代理书记 但是居然没有让他当市委书记 所以当习近平从浙江调出当书记的时候 韩正当时没有到立即去迎接习近平 而是说他按照原来的行程到某一个区去实察工作去了 到某一个区去实察工作去了 造成最开始的韩正与习近平之间的微妙的关系 很长时间习近平也感觉到韩正这个人就是上海帮的一员 既然上海帮的一员 以习近平的性格和姿态他当然不落身色 但是跟韩正似乎有一种隔离 有一种隔膜 那么在19大的时候 韩正身为政治局常委 当然后来到了后期啊 在上海的时候 韩正和习近平合作的还是不错的 因为韩正也比较温和 那么习近平为人处事 在冠城的时候其实也是比较温和的 那么这两个人在上海搭档的时候工作还可以 那么到了19大 那韩正以他的资历 那么别人进政治局常委 但是呢习近平毕竟还是有所担心 所以像韩正所担任的是国务院的常务副总理 而不是像其他的常委 其他的常委就不太一样了 比如说汪洋管政协 比如说王富宁管书记处书记 比如说栗战书管全国人大 李克强管国务院 而韩正呢只是一个国务院的常务副总理 等于是李克强的一个副手 不能说他一个人完全控制了这么一个系统 也不像赵乐际管纪委 那么这种特殊的安排 你也可以反映了一种微妙的地方 而且以韩正的年龄 韩正的资历 他未来似乎接总理的可能性也比较低 但是呢在这个过程中间 那么习近平还是慢慢感觉到 韩正这个人虽然属于上海帮 但是呢他不是上海帮里面真正的使用派 那么维护上海的这个利益 他更多的还是像一个职业的经理人 还是算一个认真办事情的 相对于其他的几个常委 那么韩正的思维更具有条理性 韩正处理事情更能够拉拥好的分寸 那么实际上呢根据我的了解 习近平对韩正的这个 用韩正来讲实际上是偏向越来越放心 当然越来越放心 也有一个限度 那么韩正集团管的一个事情就是港澳事务 以前的这个港澳事务是由国家副主席 或者是全国人大委员长来兼任 甚至当年的曾庆红 当年的习近平 当年的李源潮 当年的栗战书 不是栗战书 那个谁啊 全国人大委员长谁啊 张在江 他们都啊 一号啊 参与工管理啊 这个港澳工作 那么管理港澳工作 那你就是最高领导了 港澳领导小组的组长 韩正是领导小组的组长 他呢 面临着一个现实的问题 就是呢 原来希望香港的社会 用经济来软化 这个香港人的政治热情 所以弄了一个大湾区 让香港的人才 让香港的租金 有一个更生长的这么一个空间 但是没有想到 大湾的事件 肖金华的事件 和刘芳辉的 丈夫刘希荣的事件 以其呢 二十三条所造成的这个贸易政 战争世界所激起来的 年轻的一代 这个香港人的这个 力量的崛起 那么 是很多香港人感觉到 香港的安全变得更加重要 因为大湾区 这样一个没有自由 没有司法保证的地方 很多香港人 不想改革开放促起的 那些香港人 觉得当时候的 中国的制造更糟糕 还更僵化 但是觉得呢 那个时候的 中国的官员是友善的 中国的官员是一种 开放的资产的营界 香港的投资 但是现在中国的官员很傲慢 贪不及香港人 歧视香港人 把香港人不当回事 所以就使不少香港人 感觉到 到这个内地去投资了 越来越持续这个热情 有一些人甚至呢 这个希望香港和内地的关系 变得越来越隔禁 越来越隔离 在这种情况之下 这个韩正他的 本来以国务院的 这个常复中的身份 来去用经济的 吸引香港人的 整个策略 失败了 在这种情况之下 原来的港澳系统的官员 那么 主要是由曾经红的 市里所把守 曾经红的 周立办的主任 我跟大家讲过 是王志明 那么是曾经红的 这个铁杆 另外一个呢 是这个张 张什么名 张小明 张小明呢 虽然是 廖成志啊 这个廖非啊 所留下来的 廖非的这个秘书 但是呢 廖非当时啊 和曾经红他们 都有比较好的 私人关系 那么呢 也可以说呢 这个港澳系统 基本上受于曾家军的 这个势力范围 但是除此之外 新增加的势力范围呢 主要是曾家军 主要是曾家军 那我这个呢 可能再拿一次啊 做一次十日谈 来讲一讲 港澳系统的 这个权与力的 啊 这些演变 那么在这个 曾家军 这个在曾家军 和曾家军 这个两国势力中间 实际上 这个韩正呢 他根本就没有 自己的这个笨 但是当去年年初 香港问题一出现 韩正还是 港澳事务的最高领导 所以按照权力的划分呢 他必须要去亲自 去参与去指挥 来去应对香港的 这场危机 那么他当时 通通忙忙啊 等北京要赶到深圳 在这个时候 他完全搞不清楚 港澳系统的状况 他只愿打来个电话 给谁啊 给他熟悉的曾立军 当上是深立军事公安部的副部长 那么实际上呢 已经是在分管了 治安工作 已经不再主管了 这个 这个 港澳台工作 不再主管了 国家安全局的工作 而国内政治保卫局的工作 国保局的局 国保局的局 国保局的局长呢 是由这个王小洪 从北京市调来的 陈思雨先生担任 那么陈思雨 在开始的时候 要向两个副部长报告 一个是呢 曾立军 一个呢 就是这个王小洪 那么还有些 有些事情呢 没有王小洪的同意 曾立军那个地方批设也没用 那么曾立军 毕竟呢 是广告一段时间的 国保工作 他非常熟悉 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 曾立军 就被明确通知 国保的事情呢 他不要参与了 所以曾立军 只是负责了社会治安工作 他这次到武汉去 实际上负责了社会治安 而不是有一些人不了解状况 认为他呀 去安排什么武汉病毒所的机密 给澳大利亚 那个确实是 毁所思的这帮事情 根本不存在的一个想象 那么这个 但是韩正根本不知道 韩正知语员打电话叫了曾立军 曾立军一听到韩正叫他呀 他就以为他的真实生命 又重新激活了 所以匆匆匆匆匆地 拉了一大袋材料 杀了几个人 赶往深圳 那么向韩正进行报告 因为国保值 他其中另外一个名字 叫公安部台港澳办公室 原来这个国保局的局长 就是今任这个办公室的主任 所以曾立军非常熟悉 香港和澳门的这些事务 那么他就立即跟韩正报告情况 说是怎么怎么样 怎么怎么样 就对付香港抗争的这些民众 但是就在报告的同时 公安部就马上跟韩正打招呼 那韩正一听就傻掉了 那韩正一听就傻掉了 原来他真的就是不了解 这个状况 他能具体操控 这个香港事务的曾立军 其实都不是在管香港事务的 他都不知道 所以韩正只好就说 那没办法 曾立军那你就回去了 所以曾立军加多包飞溜溜的在深圳 孤单的回到北京 这个细节怎么样 这个细节很好玩 这样反映去了韩正 他是在香港的国家安全事务之外 那么国家安全事务局 这个公安部主管以外 还有一个部门 叫中国的国家安全委会 中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 未来到这个香港的办事机构 将不太可能是国家安全部 也不太可能是公安部的这个国保局 虽然这两个部门都会叛人参加 而是具体组织的部门 是国家安全委员会 那么国家安全委员会 那么这个韩正就更加没有这个擦手能力 因为国家安全委员会 所以是直接授予了习近平 所以等于习近平呢 直接操控了在香港的这个 在澳门的这个事务 那么这个部门的操纵 实际上从去年 年中就开始润痒 开始润痒 大家都在讲王志明 因为张晓明都有可能被边运化 我跟大家讲过很多次 王志明的这个背景 那么所以王志明被边运化 张晓明被边运化是必然的 但他能够直接再把陆归宁和夏宝龙 这两个已经退出二线的人 收到第一线来 而且这种安排 韩正完全不知道 完全排除之外 所以我今天跟大家呀 匆匆忙忙做了这个今天上 时间今天只有35分钟 但是呢没办法 因为我必须马上去做 网言网事 再一次感谢大赏的网友 也感谢我的会员 在上面发你 那么也感谢其他的观众 来看我的这个节目 那我的节目未来 全是越来越主宰 只是给会员看 或者说呢 只有定约了想点就点频道的人 你可能再会及时收看到 我的节目的这个通知 这一次感谢大家 谢谢 我不知道会员有什么异性没有 我喝口咖啡 我必须马上要走了 谢谢 好 再见 谢谢